在下 不要将军任何兵吧 只向将军借一个人 借谁 常山赵子龙 世人只知道 旅部明观天下 却并不知道 赵子龙之勇 远胜于匹夫旅部 子龙啊 将军 您愿意跟随刘备 去运救徐州吗 末将月望 只要主公一生有价 在下赴桃老虎 再赴此 好 子龙 从此不关张照 却是求你 一如旁 谢主的大恩 这 咱们 敬军战将 报上姓名 我来藏身赵子龙 主公 你这是干什么 子龙哥 为了一个分子 竟然损损你的爱将 主公 赵云 我家军事得到消息 说是贵军中了埋伏 损失惨重 连都督都阵亡了 为防曹贼进军 派在下娶了南郡 一惧曹贼啊 甄将军 听说个青刚剑的威名官 母后 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 为何伏兵一两乡 两乡 有伏兵吗 我这双耳朵 能听到百米之外的 你见识你 还变不出来 十步之外有人罚恋吗 主公 你变了 你变得罪伤莫死 贪图享乐 变到中兴汉时的报复 你都忘了吧 我是你主公 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也不是我的主公 在下当然无权过问主公家事 但是小主公 事关荆州安危 如果不留下荡 我也不能放夫人走 赵云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公吗 夫人恕罪 赵云 大小战事 无不当先 今日五虎上将已故其次 我是更觉得寂寞呀 若今天丞相 不令我做这个先锋 我便一头撞刺在这柱子上 紫龙庭吏 封你为先锋大将 应精兵两万 副将十元 领命 紫龙 你受伤了 我的身上 都是卫军的血 丞相有所不知 紫龙将军让我在前领军撤退 他自己断后 一连斩杀了卫军三元战将 才吓得追军不敢靠前 本事 总的老将军 在你的府上 我身 赵云将军 在去世纪的不良上 承诺有识 只是大喊了三声 也想有识 大喊什么 谁却别相思成寂寞 问天涯 月莫问归室 不应发 咱们 黑八 phen 雳雅 不应发 trigger 劲 刘总 大喊 紫尾 賴 yer